一口气认定台湾经济 今年可以保持4% 明年还可以到4% 甚至还有人说明年会更好到5% 一直到11月中旬 主计处终于把第三季的统计数字 公知与众的时候 我们才突然从天上掉下来 才知道台湾经济陷入摔增 这件事情呢 我不是想在这里突显我有多么高 因为这个一点都不高 因为你只要看到中共的习武计划 你只要看到中共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所做的事情 你毫无疑问就得到这个结论 我真正意外的是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看到 我们的政府的官员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的组计处聚集了全国这么多统计的博士 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的马政府这么多的博士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到了11月中旬 消费券发售的时候 我就立刻断定 马政府终于看到了统计结果 所以才下令在一周十内紧急推出消费券 来冲淡经济衰退 这个噩耗让大家感受到的震惊 所以中国大陆是应该为台湾这次的衰退 负绝大部分责任 可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专家 我们自己的明顽不冷 麻木不冷 是让这个警讯完全被掩盖 整个台湾没有采取任何的预防的措施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今天不能够责怪 我们在八个月前做了这么乐观的预测 事实上是全台湾都没有做这个事情 所以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当然我们把这个责任 加在全台湾的每一个人身上是不对的 因为没有这么多的人 他有这么多的专业 有这么多的资源 有这么多的时间 去盯着这些统计资料 去判断台湾经济走势 所以一切责任 归咎于马政府 而这个归咎不是我从今天开始 我从马总统刚当选 就跟欧巴马 目前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就开始责备他 我责备他什么呢 我责备他 完全用人不以财 因为当他所延离的内阁名单一拿出来 你看到什么呢 你看到的就是博士 你看到的是女性 你看到的是原住民 你看到的是国民党的赤库的人员 你看到的是马亚总先生最亲近的人 你在里面没有看到一个 是因为他的专业 因为他的干练 因为他过去曾经处立过危机 而确定中学 没有一个 所以今天当欧巴马 这样一个黑皮肤的一个总统 能够成为美国有史来跑一位 非黑人总统 而他的从政的时间只有六七年 而且他所学的是法律 而不是财经专业 这些都让大家对于他如何来领导美国 面对这个变局 有非常大的不安 有非常大的疑虑 可是呢 他用一件事情 把疑虑一扫而空 他只任命了三个财经部会的首长 大家对他就抱一一片掌声 而且每一个任命 出来美国股市就大涨 连续几天大涨 所以你就看到 一个真正用心谋国的人 即使他没有经验 即使他没有专业 即使他太年轻 只要他用非常宽广的胸怀 用非常敏锐的智慧 选择了适当的人 为这个国家选择适当的人 去做适当的事 这个国家呢 即使面对最大的灾难 是可以拯救的 但是当一个总统 他没有专业 他缺乏纪念 他的眼睛看不到人才 他把国家当作是儿戏的时候 即使是太平时光 这国家会陷入一片的混乱 这个就是我在今年三月到四月之间 我提出来的警告 然后呢 我跟这个国家的人民呢 为这个奋战了好几个月 因为太多人说 你之所以讲这样三六六的话 是因为你没有博士 你没有被选上去当官 所以你心里面充满了一片的嫉妒 因此你才发这样的一些不满的言论 我想今天大家应该可以证明 其实这些事情都早就摊在每个人的眼前 只是我们共同承受 我们没有抗拒 我们没有任何的怨言 我们任凭这群完全不是人的外行 把台湾经济弄成今天这个地步 而且让他们在面对金融喊笑 面对中共摧毁我们的生机的时候 一筹莫展 所以最后他们终于采取了 我在六个月前提出来的提振消费的措施 所以好像我在这里都是在表功 在说明我如何的伟大 但是呢 我一点都不觉得如此 因为我所说的 我所做的都应该是一个 稍稍具有像我这样专业背景的人 他能做到 而且应该做到 所以我唯一怀疑 就是 除了我之外 台湾人民在做什么 台湾人家在做什么 台湾人媒体在做什么 如果大家都这么用心的 在关切这个国家 都这么努力的 在监督这个政府 我们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马总统的这个政府 刚上任的时候 其实情况是不好 一方面经济景气 并不靓丽 另外油电价格 食品价格的暴涨 让通货膨胀突然快速的飙升 使得很多人开始 对他的生活产生了疑虑 对于消费产生了畏惧 所以在那个时候 如果能够采取提振消费的措施 至少可以让当时情况能够缓和下来 所以如果当时这样做 也许我们到了七月八月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整个星期往下掉了 但是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力量 把它撑着 没有掉太慢 到了六月份 我们开始看到中国大陆 它的打击出口的手段 慢慢发生效果 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在台湾找到一些替代的引擎 来替代我们过去完全依赖出口 我们或许可以在出口衰退的时候 台湾经济还有升级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 而都没有做 除此之外 我们在八个月前 做这样的乐观预测的时候 当时我们对一个因素 给予非常高的权数 那就是两岸的开放 我们确定马总统上来之后 过去十年守国政策一定打破 两岸一定会有更频繁的互动 大陆专业课一定会到台湾来 我们没有料到 是这样一定发生的事情 却一点都没有发生效果 两岸一直到现在 即使协议已经签署了 我们在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内 是感受不到他对于经济的心理效果 大陆刚刚课固然在7月4号开放 但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几个人看过大陆刚刚课 他对于台湾经济没有任何帮助 而这些关键在什么地方 在于马总统 他内心的疑虑 在肖阿万强先生参加国务论坛 得到非常大的欢迎肯定的时候 马总统说什么话呢 他说解冻 解冻